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一个约束叫做外件约束 外件是跟组件对应的 请记住一个表只能有一个组件 这一个组件可以是一个列也是多个列 有组件约束的存在就意味着 这一个列不允许有重复的直径来 那么外件是什么呢 外件的话通常来说是关联列 什么是关联列 我们看一下 在DPT表中DPTLUMBER是DPT表的组件 10 20 30 40 那么EMP表中也存在DPT表的信息 DPTLUMBER的信息 意味着这个雇员是属于哪个部门的 EMP表的DPTLUMBER跟DPT表的DPTLUMBER 这两个列我们把它叫做关联列 关联列可以同名也可以不同 其实关联列中存在的值才是最重要的 当他们两个值相等的时候 就可以建立两张表记录的连接 那外件约束就存在于这个关联列之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外件是什么意思呢 查看一下EMP表 来看一下 件 除了一个PKEMP的主件 还是在EMPLUMBER上 那么有一个外件约束 FORING KEY FORING KEY 那好 接下来呢 我同样也复制一张表 CREATE TABLE DPT COPI EARTH CENAC FORM DPT 好 创建了一张表 可以看到 DPT COPI表 复制表呢 有一点 它只能复制数据 但是它却不能复制什么约束 像组件约束 外件约束 都不会复制 所以呢 现在我要建立哈 在EMP COPI表中 EMP COPI表中 建立一个外件 这个外件列呢 就是DPT LUMBER列 然后它引用的是 DPT COPI的 DPT LUMBER 好的 接下来怎么建外件呢 Orter TABLE EMP COPI ADD CONSTRAINT 好 这个CONSTRAINT 叫FKE吧 外件的关键字 叫做FORING KEY FORING KEY的话呢 EMP COPI表的 这个FORING KEY 是指的是哪个列呢 是EMP COPI表的 DPT LUMBER列 好 还没完 还有一句 REFORENCES 引用的意思 引用谁呢 引用DPT COPI表的 一个列 叫做DPT LUMBER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句话 抱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引用 DPT表的 DPT COPI表的 DPT LUMBER列 的时候 请大家特别注意 是因为DPT LUMBER列 首先要成为 DPT COPI表的 主件 而现在没有 怎么办呢 赶紧改 DPT COPI ADD CONSTRAINT FKR PRIMARY KEY DPT LUMBER 赶紧给 DPT COPI表 增加一个 主件 增加了之后 我再去 增加一个 外件 在EMP COPI表上 就成功了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件的存在 除了一个PKE 还多了一个FKE 是FORING KEY 那么外件 约束 有什么用呢 好 接下来 CNAC 新 FORM EMP COPI FOR Update 这句话实际上 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去增加 一行记录 随便输入 7888 随便写 随便写 7934 日期 随便选择一个 薪水1500 好 带DPT LUMBER 这个列 这是EMP表的外件列 我输入一个50 50这个记录呢 在TPT表中 是不存在的 接下来 我去提交这个数据 它说 我违反 完整性约束条件 违反了FKE 这就是外件 约束的含义 外件约束就意味着 你一张表上 如果有一个外件列 那么这个列的数据 必须是来自于 外件约束 所以用的 另外 一张 表的 这个列的信息 如果不是属于 另外一张表中 关联列的信息的话 是不能够插入到 这个外件列之中 好 这个就是 外件约束 好 回过头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条数据 如果想要这条数据 成功插入 记住 必须插入 它所引用的 DPT copy表的 DPT LUMBER列中 已经有的值 比方说 30 OK 打个勾 成功 记得提交一下事物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 查询一下 EMP copy表 结果发现 结果发现刚才这条记录就已经插入成功了 这一切都是外件约束 只能插入 DPT DPT copy表中的信息 好的 这个就是外件约束的所有内容 这条记录做